现在想接到我妈妈的信息都永远不可能了 为什么 永远不可能 我妈妈走了 那两个小家伙一出生 我第一个发的微信是发给我妈的 你说谁 我就说你的两个小孙子 对 妈妈你当奶奶了 但你知道妈妈能看到 这个联系的人是一直会永远会留着的 然后第一个信息就发给她 因为你想的肯定的一个人是这个人 千方百计的对爸爸好 有人把爸爸接到身边 虽然他知道爸爸可能在北京也会很孤独 但是他希望爸爸能够 你时刻能看到爸爸 早年大家对于撒贝宁的认识 都是法治栏目中严谨刻板的主持人 在电视荧幕上 一本正经的他 想不到却在综艺节目中 让无数观众跌破眼镜 纷纷调侃道 这样一位大才子 竟然是一位幽默风趣笑点评出的一个人 后来撒贝宁在与 现任妻子李白结婚后 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稳定 所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让人羡慕不已 婚后的两人还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而最近就有网友在三亚度假的时候 偶遇了撒贝宁一家四口 龙凤胎宝宝也被两人一人一个抱在胸前 画面十分温馨幸福 而这也是龙凤胎正面照的首次曝光 但从照片中来看 孩子长得一点也不像爸爸 撒贝宁反而像妈妈李白 不知道他们的智商是不是遗传了撒贝宁呢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评论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